蕭文貴 博文貴 博文貴 嗨,大家好,我是蕭度巧克力工房的總經理,黃銀杰 那在我身邊這一位,他是蕭度巧克力工房的執行長,硬人 那他也是我太太 其實在這開店之前呢,我們那時候家裡面的人其實還蠻喜歡吃巧克力的 而且我們在嘉義市區他也沒有巧克力店 所以我就一覽覽就決定先到日本去求學 那其實在這過程期間也其實蠻辛苦的 就是我們也都請翻譯去做翻譯這樣子 那回來之後呢,其實也去想辦法去把巧克力這個甜度呢 我們去把它改成我們比較屬於我們台灣的巧克力的風味 所以我就在這巧克力上面,我們就加入了蠻多我們嘉義在地的元素 一些像比如說像三葵啊,或者是荊棘,阿里三叉,或是梅子,或是黑糖 那在這一次補助當中呢,其實我們也研發了許多的巧克力口味 那這一次的巧克力口味他是做花磚巧克力 那我們在做這個過程中,其實有蠻多是由我太太這邊協助我 還有包括我們的夜市召喊 他也給我們許多意見,包括我們的網站的設立 包裝的這些改變等等的,這些都是由他們來幫助我們做協助 關於花磚巧克力的部分,因為嘉義有一個很有名的花磚博物館 那我們就想要把我們的品牌按花磚做結合,去做出一個特別的花磚巧克力 對,那就一開始是先請設計師幫我們繪製塗檔 那經過多次的溝通,確定定稿之後才再找廠商幫我們製作模具 經過兩三個月,模具的製作完成之後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我們巧克力的口味的部分 那因為要凸顯嘉義的特色 所以和先生討論後,我們決定使用阿里山的紅茶 梅子以及海鹽的部分去做路線 用不一樣的濃度的巧克力去調製去搭配 之後完成了這兩款巧克力磚這樣子 想吃巧克力嗎?歡迎來蕊杜巧克力 蕊杜巧克力 蕊杜巧克力位在嘉義市上海路29號 歡迎你們來品嘗 請看 我們來品嘗 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